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 马航失联科技MH370搜救的工作 首先来看一下来自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一个消息 根据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 中国科学院摇杆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等单位 对相关的卫星数据进行的研判 从3月18号上午12点左右 获取的高分1号卫星图像当中 在南印度洋海域南纬44度57分 东京90度13分观测到了疑似的漂浮物 该疑似漂浮物长约22米宽约13米 据澳大利亚方面公布的疑似物的位置 南偏西120公里左右 而在刚刚结束的马来西亚方面的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上 马方的发言人也是接到了一个小纸条 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消息 它也马上进行了一个公布 但是还没有更多的细节 我们也会持续地关注相关的最新情况